1956年墨尔本奥运 台湾以中华民国参与国际赛事 却频频遭到打压 被要求得用福尔摩沙才能参赛 中国从中作梗处处刁难 1971年更对体育赛事主办国施压 导致国际奥委会在1979年 以投票通过民谷无决议 让中华台北逐渐萌芽 1981年再以参赛资格当作筹谋 台湾接受洛桑协议正式更名中华台北 面对中国大陆刻意矮化台湾 2007年当时的行政院长苏贞昌 更曾公开发表拒绝参赛表达抗议 我们绝对不参加被矮化的 被侮辱的绝不参加 坚持中国台北台湾的奥运代表队 台湾的奥运选手应该要抵制 必须要以我们现有的奥运的名称 否则的话 我想我们可以拒绝比赛 尽管最后还是以中华台北参赛 但中国大陆频频杯葛台湾参加国际赛事 证明这条路台湾走的颠簸 也让民间团体发起联署证明 希望能向世界展现台湾是台湾 不是中华台北 3D新闻这回报道